下面这一篇是有关于脸书的一个同学的段落写作 我们先看一下基本的结构 这个地方同学可能疏忽掉了 片语跟子句写法是不一样的 像你这边出了一个with片语就表示后面是要接名词的 但是不能出现动词 出现动词就变成子句了 这就是同学子句片语分布出来产生的一个错误 正确的写法应该是要这样子 随着什么随着科技的快速的发展 这个发展我们可以用名词 用名词的写法要用这样 with的快速 pid发展 development 什么快速发展 后面再补上片语 off 科技 英文的写法 这个才是片语的表达方式 如果我们要写子句 子句也有表示随着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用这样 24随着 这个就是连接词了 所以后面就要接主词 动词 那么主词就是随着的 technology 科技 发展 就是developed e-l-o-p-s 那快速就要变成了 副词 rapidly 这两个答案都是 可以接受的 给同学参考 前面是片语 用with来带动 后面是子句 用连接是us来带动 好 再看下面 facebook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dia of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是沟通 那么media是负数 这里一个an 又是单数 所以这个地方 一些小小的错误 我们不妨 稍微调整一下 变成 是一种 an important 很重要的一个 这个媒介的 种类 所以可以用 an important form of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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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介 是一个很重要的 form是种类 of媒体的一个种类 那你要后面接 那你要后面接沟通的媒介也可以 后面可以再加 of media of communication 因为它有很多方式 脸书是一个 line也是一个 twitter也是一个 好 这个就给同学做一个参考 那么家具呢 这边可能在写作的时候 这个就会接出脸书的各种优点 好 后面进到 要进到缺点 这个同学是这样写的 他说 in spite of we can get a lot of information about our friends in spite of 是虽然 那么虽然这个是片语 后面要接的是名词 可是同学又接了一个纸句 we can get 那么从这个错误看来 这同学应该在纸句跟片语的写法上 要这个要特别的留意 这个结构上要懂得去区分 好像这个是纸句 我们就不能用in spite of 我们可以改用 out of 虽然 这样子就结束了 所以记住 in spite of 或者是 dispite 后面都要接名词的 这是片语的写法 我们接纸句 就要用out of 好 用out of 这才是连接词 或者是用do 后面就会接主词 动词 这个才是正确的一个句子架构 好 再看下面 我们这边改成out of了 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一个资讯 有关于我们朋友的资讯 没有错 你可以透过脸书找到很多 这个很久没联络的朋友 但是 又出来了 前面写的片语 后面就是主要子句 因此你这个但是 但是是多余的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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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边如果用out of out of 接纸句 这个也是复制纸句 后面也是主要子句 主要子句 也是不能用but 所以这个but不管怎样都不能存在 it has also bad effects on us 他对我们也有不好的影响 诶 这里就有一个错误了 这个地方的错误是词类产生的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 affect是什么词 affect是动词 现在我们要写的是名词 要用affect 这个才是名词 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词类产生的一个错误 好 那么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啊 同学举例了 such as 比如说 我们会unknown unknown是 他的意思应该是不知不觉的 泄露我们的privacy 是隐私 那么这个地方又是一样子句 偏于混淆不清 这个地方 后面接着是子句 你就不能用such as 这个还是一项 提出来吧 such as 后面要接的是名词 如果我们现在要接的是子句 因为后面是子句 那我们就要用for example for example for example for 或者是for instance 后面才是加句子的 这个写完就逗点 后面加句子 这个是偏于子句的区分 such as 跟for example的不同 好 这里就错误了 另外这个单字也不对 那么不知不觉 unknown是形容词 不知道 那么复词是unknown 这是第五 第六 好 它的应该是要用复词 unknown in unknown in 也是不知道 可是这个意思应该是不知不觉 没有意识到就泄露了 所以正确答案应该要用一个很棒的那个副词 叫unconsciously consciously是有知觉 unconsciously就是不知不觉就泄露了 这样才比较好 好 最后这个同学这里 还有再接一些缺点 前面是接优点 后面应该是接缺点 最后进结论 anyway 不管怎样 我们要小心 什么时候啊 当我们在使用脸书的时候 这里when 后面露了主词 好 那么 要用子句来写 那我们就要用这样子 when 主词要补上去 when we use fb 或者用 改用分词片语 那分词片语 就会用这样子 when 主词省略 动词就要用ing when using facebook 这样才是 正确的一个语法 好了 因为 这篇作文算是比较不好写的 所以同学在 子句跟片语的部分 混淆了 我们先暂停 这会儿再把内容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修改 好 我们把内容做一个简单的调整吧 第一个 主题句这边 老师还是觉得用片语写会比较漂亮 那就用片语吧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高科技可以叫一个high technology 好 后半段主词 facebook 这个是 脸书 has become 已经成为了 一个 我们可以写这样子 沟通的 means 方法 方式 我们用这个来写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of communication 这个means 是表示工具 传播工具 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传播工具了 好 加句 那么我们就不写了 后半段就是 虽然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 好 从脸书上 我们可以得到很多什么什么 那我们用纸句来写吧 因为后面是接的是 这个句子 though we can get 得到 很多的 讯息 information 什么的讯息 about our friends 朋友的讯息 好 我们可以先接 though we can 这个get a lot of information about our friends 后面再加 从哪里 from facebook 好 脸书 或者是fb好了 it has 这个also also 是 用法是这样子 说前面肯定 后面也是 同样是肯定 这个才是 才会用also 但是前面是否定 后面是肯定 我们就不要用also 好 直接就把这个缺点写出来 it has bet effect 复述 on 什么 us 好 后面你要举例了 那就另外读字写 for example esmple we may 我们很可能会 unconsciously reveal reveal就是泄露 eal 泄露什么 reveal 好 多达了 reveal 我们的privacy 个人的隐私 好 后面 省略不写 最后我们就进结论吧 不管怎样 他的写法 anyway 不错 当然我们还可以用 in any case 无论如何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we must be careful 我们一定要小心 什么时候啊 when using facebook 当使用脸书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的小心 这个大致上是 同学所要呈现出来的一个内容 所以我们内容尽量不做添加 免得太长了 好 这就是语法的一个结构分析 给同学做一个参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